屑尾 來歡迎回來武俠世界繼續來玩我們的燕影江湖啊 看到我們今天在劍王閣開場就是我們要幹什麼了啊 對沒有錯因為 今天本來嚴格說起來是我本來是想要打大蝦龍雀 想說目前鞋劍已經玩很久了嘛 然後加15壓9也打出來 雖然說只有6C啦 但是我覺得還還OK算實用 然後我本來想說好久沒有要王劍了 然後去打個大蝦龍雀來玩玩 那那個貢獻也都存好了 然後去測了一下序列 那結果呢不得不說有一點尷尬 先來講解一下 就是王劍的序列大概測出來了 往好處想就是我的所有序列裡面來說呢 只有第一個就免傷 第一個簡單說就是省那個材料 就是如果你要打一個半成品的一個大蝦龍雀的話 還OK啊 就是4免傷 另外一個是召架跟防禦 也還用不到啦 那想說再去永下測 測完之後呢 發現了一個有點尷尬的序列 就是有兩個吸血是在後面 然後上面的話也有一些吸血詞條 所以今天嚴格說起來是可以打9C的那個壓9的 那一直在思考想說到底是先打王劍出來 先頂著用 然後之後再測下一把序列 那想說9C 難得遇到9C 趕快打一下好了 所以今天就決定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加15的壓9給回爐衝照 今天就要打出一把我們巔峰的斜箭的一把武器 就是9C的一個那個斜箭武器 基本算小畢業了啦 因為你要碰到12C基本很困難了啦 9C已經算是頂用了 只是說中間這個磁條是閃避有點浪費就是了 OK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們會去打一下我們的9C斜箭 今天的話那個打完之後去再打個一兩場實測一下我們的一個強度如何 OK那今天打架之前呢順便來講幾個有趣的東西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等一下會先來講一下劍王閣的紅武攻略 這個紅武攻略之前大概有介紹過 不過那個都是比較零星的一些攻略 那這個文字檔的部分的話應該是我看過所有打造劍王閣紅武 目前來說啦就是最詳細的一個圖文並茂的一個攻略 等一下會大概快速看一下 如果你已經是老手的話基本上大概不用看啦 就是大概都知道流程了 那對新手玩家來說這個幫助非常的大 總共有上級跟下級的一個差別 那他會講的流程還有你存的一些資源 那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建議啦把這個文章可以存起來 那個連結部分我會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這個東西的話很實用 只要你回到劍王閣打武器的話 這個東西如果看完的話你基本就不用找太多的攻略了 OK那等一下講一下這個紅武攻略之前呢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有趣的東西 那目前的話快六月了嘛五月底了 那六月份的話有個火熱聯動的一個活動 然後有活動聯動的夥伴還有聯動的劇情 那目前傳出來的圖就是在貼吧上面傳出來的圖 就是我們的那個小夢啊這不是我傳的哦 這是貼吧裡面自己流出來的 那嚴格說起來啊因為有簽那個保密協議啊 所以沒辦法講太多 那有跟啊官方目前大概已經跟我確定就是六月三號 到時候會那個出影片會在我們活動之前提早出影片 給大家先品項一下我們這一次的聯動活動 還有聯動的夥伴到底是誰 然後這一次聯動夥伴的技能哦 可不是就是像我們一般的那個普通的那個一些夥伴啊 就是單純的一些素質 他有一些特殊的東西啊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那這一次有夥伴然後有聯動劇情之外呢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東西 像比如說一些時裝啊一些武器啊都是有的啊 這一次聯動不像之前那個瑕疵道比較少一點 那六月三號會出啊所以大家應該也不用猜了到時候 然後那個影片會再講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油跟那個 啊還不錯我覺得製作起來花蠻多心力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會看的比較詳細一點 OK啊而且這張圖應該是批的吧 怎麼還有那個水連仙跟那個玉面仙子啊 這這應該是批的吧怎麼還有拜納尼二啊這啥小 這這應該是批的啦 那只是說這個圖不知道從哪邊來的啊 那貼吧這邊的圖 我在想可能是也有是接相關的活動的人的不小心流出來的吧 OK啦所以大家應該也不用猜了 那劇情部分的話啊 嗯那個那個性別部分的話也是目前也還不挺確定啊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啦大概就這樣吧 那六月三號啊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看的影片 那個做蠻久的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就快速來看一下劍王閣洪武的一個攻略 那大家快速看一下就可以啦 基本上大家都打習慣了嘛 那目前四大流派嘛三個嘛 大蝦龍雀呂猴跟那個鴨九嘛 那本來是想要打大蝦龍雀啦 結果數值比較好的是鴨九那就打鴨九好了 一樣記得貢獻的話總共七千七啊 五百的是貢獻 然後七千二的話是在這裡啊 我們六十到九十 然後材料部分都在這邊啊 最主要是雲鐵比較麻煩 還有紙巾啊 每打一次就要花六百紙巾 所以有時候測序列測一測 弄到最後打 打完之後你可能沒有辦法那個序列更新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打你的那個戒指那些東西 好啦這個是大概的一些那個啦 他寫的比較詳細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好那比較重要的是下級啊 下級的話就是你重鑄的時候你要準備哪些材料 那簡單說五十個 他是以十次為主啦 就是重鑄可以十次嘛 所以就是五十個水晨鐵 然後五十三個鎮野 一個的話是三百貢獻啊 大家可以去存一下很多 七千二個貢獻啊 六十到九十幾 然後這些就是全部的材料 然後蒸氣單啊 這個是在你重鑄的時候也是需要的 所以前期準備你要打造的話 這你 不 不要重鑄十次的話 你可以不要存那麼多 像我的 測的序列就有重鑄八次了 因為十次那個增長存太久了 所以我都只打八次了 OK 然後下面的話 斬體力 就是這個啊 建議的話是看序列會比較快一點 實際要刷的話 實際要打劍的話就是用體力去打 然後序列比較重要的就是講說 呃 九十幾 九十等的紅五來說有四個詞條 下面三個詞條是固定的 你怎麼換都換不掉 只有第一個可以換 所以簡單說 假設你的那個 屬性是這樣子的話 那假設如果我在上面這邊 隨便選了一個詞條 假設我選了那個 那個氣血加300 然後到打到下一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會把第一個的屬性詞條給頂掉 但是這下面三個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在打造的時候 後面這三個都是固定的啊 你能換的只有前面第一個 所以你 假設除非我們最完美的是 這三個都是吸血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吸血詞條 簡單說我就是保留第一個吸血 然後一直打到這個屬性詞條 要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湊起來就是完美 就這樣 所以後面三個是固定的 所以你後面三個固定詞條很爛的話 基本上這個序號的序列就是廢掉 然後大概是這樣啦 這邊就是大概講的 然後回來了 那我們就來睡劍吧 原來那個要弄掉 呃 分解 來 加十五壓九 不可逆 取出劍胚 OK 好 那我們加十五的壓九 就得給打出來了 那個 剛剛出了一點小凸層啊 齁七次陣我才想起來要淬煉 所以花了比較多的一個資源啊 剛剛六次等的時候其實就要弄了 所以千萬記得啊 成劍之後呢 六次等就剛才把它淬煉到加十五了 OK啦 所以加十五的壓九 目前是閃避閃避破招破招 就是這個東西 一開始閃避閃避破招破招 那等於說我要重鑄到第五次之後呢 把吸血的那個磁條給要到 所以是到招架招架吸血破散的時候 再保留磁條 第三個就可以了 好來吧 那我們就來重鑄吧 那重鑄的話 我就快快快速略過好了 好 那目前重鑄五次啦 那重鑄五次招架招架吸血破散吧 招架招架吸血破散 然後我們就保留第三磁條啊 來最後一次哇真的是超級貴啊 重鑄 然後保留第三的磁條 來吧 希望是個 加十五的 畢業武器 我們的斜劍變得要變得更強 來看一下 出爐 吸血閃避 吸血吸血OK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加九吸血的那個刺膠 啊加十五壓九 看到這個數值就爽 可惜中間差一個吸血啊 要不然的話 其實應該是很不錯的 好來 那我們就拿我們的 加十五壓九 早些人來雞雞刀 啊雞雞劍 來 你就是我加十五壓九 啊 九吸加十五壓九的第一個 第一個犧牲品 來 哦呦 將隔西子劍 哇操好痛啊 你看 多了三吸血啊 但是機體沒有增加 哇操 一開始第一回合開龍上面 太悲傷了吧 然後 太虛 欸 那個 金鐘罩被打掉了 換一護軍艦 然後前員工補血 欸 李晨哥放邊路 相當普通 霞棍一千九 來了 讓他們見識一下我們斜劍的威力吧 欸 魅惑一下 魅惑三哥不錯 哇操 光尊夢蝶 然後 魅惑滾 閃避 欸閃得漂亮 無妄生 九吸 哇 吸了兩千七 才無俠 然後 砍一刀 慌亂 換一無信件 招架 反挫 那 你完了 欸 炮子當空 哇 三個左燒 無俠棍三千五 其實還蠻痛的 哇 太虛蟻來了 欸 沒暈哦 欸 沒暈哦 哇操 西子劍 哇 幹 死了 幹 那西子劍那麼強 哇 電死你 哇 哪一口 六千三 江哥死了 然後 開無俠 只要 不要被泰拳暈 啊 什麼都是ok的 欸 三個要死了 死 三打二 喔唷 差一點點 事實證明啊 壓久變強 但是機體沒有變強 有點悲傷 完了 哇 尷尬 哇 他們全部打 你們要不要打一下下牌 看 只打上牌有點悲傷 欸 欸 死了 好啦 這樣就穩了 呵呵 剩一個里程哥在編路呢 沒什麼搞的 哇 無往生還是很帥的呀 好 那我們再繼續打 今天打個兩三場試試看 來 單挑 啊 第一場 啊 又是泰語權 怎麼天天都是泰語權 欸 靜師傅啊 終月 修身刀 半條 林波 咒一拳 好 開無俠 抵消掉 魅惑一下 唉唷 他靜師傅很軟 來了 太虛 死 長臉何在 我操 打到自己人 江哥啊 你好樣的 唉 沒中 哇 西天如來 反擊 然後 幻影金劍戳 開 林波 哇 這個坦胸肉乳 這個是 阿拉伯造型是不是 來 魅惑一下 哇 超魅惑長臉 哇 你根本亂丟嘛 來了 無往生 吸 哇 直接全滿 然後 殘血極限的 江 三個 哇 好帥喔 哇 我剛剛的那個 無俠棍可以打到六千 欸欸欸欸欸 相當普通 相當普通 死 然後 幻影無形劍 死 死 哇 長臉的那個 絕招剛才滿帥的 那最後的最後 來PK一下 96名 證明我們還是可以 進入百名 來 試試看 唉唷 唉唷 狼槍 哇狼槍 蕭佩穎 四棍隊嗎 沒有 李承哥 擺在一號位 他是 他是拳 他是什麼 他是 烈羊掌嗎 開膠 好痛喔 那四棍隊真是有夠痛 來一口 那 來 先把三哥幹掉 哇賽 欸 糟 打三哥沒錯 全部打三哥 哇小佩銘擺這麼後面 哪一口 七千 喔唷 破招 來無瑕 我操打自己的 然後 欸為什麼我還是不能開無 喔有了 我在想說為什麼不能開領波咧 欸 開了 魅惑一下 沒錯 看不到 來 PK狼槍 喔有相當普通 吸吸吸 恐慌 回春 吸吸吸 再吸 無瑕 打四千六 呃先把邊路三哥打死 竹龍槍 呃六三門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我不用那個零雙槍 欸 不錯 打自己的 然後 蝦昏 哇還蠻痛的 三千四千 來了 欸沒破招 破招就一把帶走了 吸 欸幹沒中 欸欸欸 有有有有 狼爪 破閃 無望神 吸 哇 吸不錯 哇草 閃避 哇他三個怎麼那麼會閃 欸打自己人不錯 烏龍槍 閃 哇江哥快被打死了 來 打出半條 狐霞棍開 吸吸吸招架 然後 一金斷骨 哇草 我也會在不死內功欸 原來是在一金斷骨 來 大家都剩半條 桃花開個大把 哇 上啊 死了 然後剩 那個 李承哥 李承哥 哥 哥 無望神的哥 哥 吸 砍 戳 吸吸吸 哇 全部剩殘血 欸閃得漂亮 三哥 啊我愛你 換你無形劍死了 最後的三哥的一擊 哇 八千六 哇 殘血的無瑕棍 超級強 好OK啦 怎麼證明我們相當的強 好OK 大概是這樣啦 今天算是我們 斜劍啊 巔峰斜劍的誕生啊 目前 機體沒有變強啊 但是 鴨九跟那個 那個彩片有變強 OK啦 那下次等那個吧 七月更新吧 因為序列一直不更新 那個 機體有沒有辦法變強 OK 就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就這樣支持一下 我是炫耀 感謝收看 下次有人再見